她来自东南亚一个小平村 当年人习惯叫她阿水 这女孩我记得 她总是在每个星期三的早上 在北部山脉的霓虹河畔下车 这个那把那个水鬼很像 她是在水下 跟人 嘴里好像是有人 但是又看不清楚 经初步的调查 阿水没有身子也没有户口 我很怀疑李茂是被阿水杀死的